双喜茅诺嘉颖捷运干线 全线开通第十天的早上七点 就发生捷运列车抵达士曼丹战时 面对车门无法关闭的问题 导致捷运乘客需要多一倍的时间 才抵达各自的目的地 引起飞翼 交通部长都私理廖中来 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我认为这个MRT的 这个operators 操作的这个公司 是有经验的公司 他们有这方面 丰富的经验 能够确保零故障 当然如果面对 现在是保障期 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些课题 都可以很快的处理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 整个MRT的操作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条捷运的这个道路 那么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远近的考验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这个零股障的目标 捷运公司在事发一个小时半后 透过推特发文 只完成抢修工作 操作恢复正常 炮新闻实际记者 黄秋金报导 请请继续 请继续 捷运公司 resonat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